才刚踏入竞选期 若佛亚裔弹国系的两名朝野候选人 就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 还有族群的身份 分别受到敌因抹黑来攻击 凸显了种族政治 依然在我国挥之不去 那其中马华总会长 拿督斯里魏加强在寺庙祈祷的照片 遭好事之徒 修徒恶搞 贴上了负面的标签 而他的对手谢奥玛 也因为行动党马来人的身份 被羞辱为华人走狗 战情激烈的本届大选 依然无法摆脱朝野互抛 种族主义泥巴的龌龊行径 从候选人的宗教信仰 到族群身份 无一不是炒作敏感议题的画柄 昨天到柔佛州永平 温池福古庙摩拜的 国振亚一旦国席候选人魏加强 在脸书上传本身拜访的照片后 就马上被有心人修徒恶搞 讽刺魏加强只懂得临时抱佛脚 也是马华总会长的魏加强 今天发文谴责某些人 为了胜选刻意污蔑华人的宗教信仰 贴上各种负面标签加以嘲笑 这种做法令人深感遗憾 他义正言辞地说 宗教是庄严又神圣的事情 如同手上的选票一样 无论做了什么选择 各方都应该给予尊重 呼吁国人一起捍卫我国的多元文化 无独有偶的是 魏加强的西蒙对手谢奥玛 也因为以巫义身份代表行动党参选 而受到刁难 他昨天在联书发文揭露 自己在提名时遭受国阵支持者的言语羞辱 对方当面辱骂他是一条华人走狗 然而谢奥玛只是心平气和的反击说 请不要玩弄种族课题 你说我是华人走狗 那你的竞选衣服上又写了谁的名字 打脸这些身穿印有 魏加强自演服饰的巫义支持者 谢奥玛反问这些种族主义者 如果他用马滑走狗来称呼对方 那他们又会有何感想 根据谢奥玛向当地群众了解 亚裔弹的华裔选民早已摒弃魏加强 他之所以能够蝉联 全靠马来选票打救 是谁在依靠谁 自有公论 谢奥玛希望各方抛开狭隘的族群成见 学会尊重彼此的多元 因为从来都没有人是谁的走狗 更没有谁可以骑在别人头上 身为马来西亚人 大家平起平坐 何况宪法早已阐明 每个族群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我认为了我一份子 我认为了我找到了 宪法提供 我可以来到一个人的房子 没有人是谁的 你们是谁的 你们是谁的